新闻主播出身 2020年被金融市长林又昌 延览接任综合发展处长 林昏丰负责统整市府重大施政计划 并与市府团队共同努力 让金融市施政满意度屡创新高 在市长卸任前夕 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江赴美参访 林昏丰坦言一开始有点惊吓 不过这也是对个人与林又昌团队 多年努力的肯定 就接到的时候其实是蛮惊讶 而且有点惊吓 那过去当然其实市长 跟美国再来协会 我们大概在基隆 像是一些包括海科馆 或者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一些议题上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交流 那我想过程当中 当然我相信这几年 台美关系大概有大幅度的更加紧密 所以在基层的一些互访上 我觉得这是也是对我一个鼓励吧 那当然对市长的团队我相信这是一个肯定 林昏丰表示参访主题将包括政府的透明度及问责制 希望把金融市长 牛昌上任后改造政府组织的成果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政治领袖 广泛交流讨论 我觉得民主国家 就是人民是我们这些 不管是事无关政无关 他们是政府的主人 所以当然民众在民主制度下 有这个我们有义务去提供他们 他们有权利知道政府现在到底在干嘛 所以包括整个公开透明 我想不只是口号而已 这一次到美国也看看 世界各国在这些公开资料的处理上 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国际领袖人才参访计划 由美国国务院主导 邀请世界各国政经及教科文领域的精英领袖人才 赴美进行短期参访 据了解包括副总统赖清德 及总统普秘书长李大为等台湾各领域优秀人才 都曾参与此项计划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行政院服务时也曾获邀 林昏丰也期盼透过这次参访计划 能为台美深化交流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启吞金融报道